我哥哥跟我感情非常好 我都哭乾了眼淚了 出於安全考量 知情人要求匿名 知情人表示 他的哥哥从未去过疫情的源头 华南海鲜市场 之前一直身体健康 去年底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住院治疗无效 1月7号去世 我刚刚当时在武汉协和医院抢救的时候 医生他说 我们要触手无策 所有的抗菌素都不起任何动用 但是官方以他没有发烧为由 拒绝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也没有纳入死亡统计 如今他的侄女和侄女婿也感染了肺炎 但武汉大型医院人满为患 拒绝收治 要他们自我隔离 我们侄女和侄女婿是双肺度感染的 他们去控乎医院 要求住院 医生要求他的侄女和侄女婿 去门诊打针开药 门诊同样人满为患 她的侄女和侄女婿随后自行前往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之一 武汉市肺科医院求诊 但是该院表示 只接收其他医院确诊的病例 形成了相互推诿的循环 知情人担忧家人的病情延误 在海外的社交网站发帖呼吁关注 结果警察上门要求删帖 知情人表示 他们拨打武汉市长热线求助 至今没有结果 如果再无法住院 他们将把家庭的情况写成牌子 挂在身上 上街维权 新唐记者林兰 赵汉瑞采访报道